我们要问一下郑春琪老师 在昨天小英总统他的回答里面 这段对话 公投没有谁出谁赢的问题 只有国家未来要怎么走 我们就不禁想到这张图啊 这是我们很担心的 当初的亚洲周刊 半戏虐式的告诉你 台湾的民选独裁出现了 我昨天就听到了 国民党当主席朱立伦的这句话 虽然淡淡的带过 但我还特别画了一个重点 独裁政府的胜利 郑春琪老师你怎么解读 昨天的四大公投的挫败 从某个角度来讲 我们昨天的公投并没有迎来 我们期待的胜利 包括我自己都有点判断失误 这个我们得面对 跟好好的检讨 但是我并没有那么悲观 蔡英文讲说 没有什么谁输谁赢 他当然是假话 他们认为他们大赢 当然不能够太刺激 不能够太嚣张 但是从实质上来分析 我是同意那句话的内容 他们未必是大赢 我们并没有输得那么惨 那我怎么样看呢 我先讲一个小插曲 昨天大家就说 四个全输 而且双输 形式上 形式上好不好 没有过第一坎 投票率没有够 第二个 人家对方的不同意票 大过同意票多 所以看起来是双输 但我提醒各位观众 昨天实际上是五个公投 我们都忽略了另外一个 新竹市有个地方选举 有个地方投票 他们有个喝好水的公投 人民的意志赢 那你再看看 比如说大家分析出 核四所在地的共疗 那个投票率是高 我要讲的是什么 因为这个全国性的大公投 很多条件 是不利于投票 所以如果检讨胜败 我们跳脱统治者 跳脱蓝绿 光从民主这个价值 跟公投直接民主这个尺度 我昨天也讲了 公投先天上 就是一个不利人民的 不合理的 公平 游戏规则不公平的一场战斗 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 整个是与小博大 与弱极强 先天性的 所以以前为什么要公投 绑大选 就是希望能够动员成本 希望能够把投票的成本降低 让投票行为能够比较容易行使 看起来 昨天的实验就证明了 公投跟大选脱钩 对于公投的投票率 对公投 好的公投 正确的公投案 要过关 简直是登天还难 这当然是对于 直接民主的阉割 是民主政治的最大的缺失 所以才会有 图片上讲的英皇登基 就这一页里面 它更巩固的 它可以不畏民意 不在乎公投的结果 他们几乎是稳赢的 那么就这一点来讲 就反映了我们台湾的民主 没有像我们天天在那边吹 天天在那边雷 说我们多棒 这一次彻底的不暴露 有检验 就有对照 那就知道说 那公投里面 对市的事情 各种各样的方案 那个方案内容 本身是要做厉害考虑的 合适你有什么看法 来注意是有什么看法 可是投票本身 这个投票动作 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举个例 如果明天的公投 就是台湾统读 要统要读 大家决定生死 我跟你讲 半夜大家都爬回去 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 这个事情不得了 就算自己要贴成本 像平常这种公投 有些南部的到北部头 北部的要回南部头 是要花很多成本 时间成本 车票成本 还有这个旅费成本 它替代性成本 它本来可以去旅游的 它得放弃 成本很大的 可是如果明天 就是个生死关头 大家就拼了 那这一次的这个四个公投议题 相对当然重要 可是对于计算利害来讲 不客气讲这几年 台湾的这个民进党执政之后 理想跟价值 长远的东西 环境 能源 各种各样的东西 真正一个 他们当年倡导的价值 一拿到位置之后 一坐上位置之后 会开始就颠倒了 开始所谓的务实 事实上等于某种程度是妥协 某种程度是倒退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把过去国民党那种开发的 大家赚钱的 不管后代的 不管土地的 不管劳工的这个剥削的 他们完全继承了 而且变本加厉 可是这种情况就有些人会得利 你看这两年股市炒的跟震天尬涨 多少人在这个经济利益 特别很多所有的篮子 什么经济篮这些 我想他们对于 这次要呼吁 否定 驳斥这个民进党的政权 有人是所谓手软的 客观上就是他拿到利益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什么 有关这个能源这些东西 大家都知道这是个理想 可是觉得我们台湾有资格过这么好的日子吗 所以他就把说 我们如果需要对外贸易 需要看到美国人的脸色 这个是更大的利益 那我个人承担一点污染吗 就吸一点污染 我吃一点莱猪稍微吸一点健康 他权衡厉害 他大概就妥协了 所以你从一个长远的利益 或者局部跟个人的利益 算一算 这个地方 如果这个过去 民进党本身是倡导理想性的 结果现在这个倡导理想性 跟你讲说 要务实 然后对潘中正 他们当年的这个进步的伙伴 环保这些人是说 开始找詹顺贵这些出来打桌 太理想了 不现实 没有考虑到 我们今天蔡英文怎么讲 说他已经综合了各种各样的厉害 也就是说他今天做的大会 他权衡各种厉害 他已经做了最好的抉择 他要妥协 他要牺牲土地 他要放弃理想 他要做一个漂亮的话术 今天讲说 没有谁输谁赢 这当然都是骗局 那倒过来 进攻的主力 当然不是只有国民党 国民党在这个地方 说真的 这比较不是他们长期的价值 可是这几年 慢慢跟社运团体结合 慢慢也更弱势团体结合 他们也开始往这边来 可惜 就是还没有这样的价值 没有进到骨子里面去 没有让他觉得说 要为这个拼命 所以有些政治人物 他当了这个县市首长 他考虑到现实的市政 考虑到未来的选票 自己的 他就手软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于这个价值本身 四个公投本身 对民众来讲 还对对统治的带头来讲 并没有把他价值的重要性 那个厉害感 让每一个人都觉得 我飞回去不行 然后再加上前天天气价值降 你看看郑兆欣今天穿的这个样子 今天台北风和日丽 我昨天一看天气降温 我心里就开始凉了 我举个例子 我妈妈九十几岁 我就不敢 还有再加上最近这个疫情 我就不敢催她说 不然你去投票 那昨天那个整个天气 也是老天不做 我们得面对 今天台北北部万里如云 那南部听说昨天气候很好 所以他们那个用南部的票 补北部的票 民进党这个策略 加上天时 所以某种情况 这个是先天不公平的游戏规则 然后这种游戏规则 在价值里面的取舍的时候 它是不容易 让大家感觉到迫切的厉害 那再加上其他的 这个TO各种各样的成本 所以第一关就输了 这个输 我的评价是非战之罪 这一次提出 跟民进党对着干的 大家是非常非常的努力 而且超越蓝绿 国民党的很多干将 这次说真的 都表现得非常的积极 很卖命 那我们昨天看 几个国民党的这个县市里面 就一个县市一个县市来讲 像我看到的台北市的这些议员 或这个像我有到新竹县去 他们非常积极动员 那这种情况之下 只要这个基层的干部 然后这些带头的这些拼的话 事实上是会赢的 所以民进党并不是像 他们讲的那样大胜 那南部整个过去就被绿了 那这个韩国瑜被打败之后 几乎有点群荣无首 所以在那个地方 国民党这次应该是下错棋 没有派个重将 当时他召召刚刚出来选 我就开玩笑 说你应该宣布到高雄去选 如果这次有个像 韩国瑜的旋风在南部 带头冲锋有个大将 那北部党主席也没有愈加亲征 你看看民进党 人家觉得这次应该是 背水一战锅都砸了 那国民党这次 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 我们社运团体 我在社运团体内部的时候 就提醒他们说 跟国民党合作有一个很大的危机 就是他们输了不行的时候 好办 他就是要赢 那这个时候就因为没有什么 好顾虑 他就会冲 可是 如果国民党觉得有赢的机会 那就是危险的开始 因为他们就会犹豫 他们就想持赢保财 他们就觉得不要太激进 怕激进之后下错棋 把煮熟的鸭子煮飞掉了 那这次 如果对手跟你一样也是采取这种 相对温和的战略 也许大家平衡 可是民进党你看这次铺天盖地 直下而拼 那么国民党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带头的主要政党 主帅 带头的 没有展现这种 拼搏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可惜 所以就这种某种情况来讲 我并没有觉得有大输 这个是本来就会输的 我包括我自己 当然都期待胜利 当然都期待说 这一次我们能够赢 那这样民调的一种 带给他的印象 我们就轻忽了 在这样各种条件 所以我是觉得说 大家真的不要气馁 但是不要讲一些安心的话 讲一些什么打气的话 不是这个 真的是不必气馁 因为客观上尽力了 能打到这样 蔡英文如果自己 他们这些专家回去 自己分析 他们一笑一笑 他们并不会什么好得意的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量不要气呢 但是 我真觉得昨天输了 台湾的生死的关头 少了一股力量 我一直期待 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么困难情况之下 台湾的老百姓能够展现民意 能够赢 能够让蔡英文政府知道 他不能为所欲为 我关心的是中美大战情况之下 我们不会让美国透过蔡英文 把我们当炮灰 因为我们民意而展现 这一点 昨天没有表现出来 还有待努力 这个地方不能松懈 也不能讲一些自我激励的话 以为就可以过关 未来是更险阻的 所以大家眼前看到就是 很快的罢免案 补选案 或者明年的选举 都是一时的得失 我觉得这个一时的得失 是有输有赢 台湾是真正到的 我刚刚讲那种 说必定随时 你就得面对 也许飞弹就临头 也许美国人就把两岸 搞得打得稀巴烂 我们得起来面对 我们要不要自己决定 自己的生死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没有操练 如果没有一些大家的经验 所以这次中天 我就一开始在 这个公投的时候 我就说应该好好谈 因为反正已经到这种地步 我们没有必要走 主流的这些 有间电视的路 就是台深的 台硬的 而且不要管这个NCC怎么搞 他们这次你看很认真的 就几个公投 找专家找不同面 深入谈 收视率不差 民众的参与度很高 这对于公民教育 这对于整个进步的东西 这反而是正面的贡献 你看那个三明治 天天一条边一条龙 这上面 皇帝什么旨意 这下面胡乱操作 一时得逞 没有良心 终究是不长久了 所以这次讲了很多 什么中间选民 有空在分析 我是不太以为 那个论调了 那有人就认为说 这次是因为 蓝军好像没有拼命 这个我认为未必 不是蓝绿对决 说我讲错了 说这次会怎么输呢 就是打成蓝绿对决 所以输了 我未必太同意这个论调 我刚刚已经讲了 几个县市 那个蓝的如果拼 打得非常激烈 全局动员 跟民进党一样 真的比较 没有输啊 他赢啊 所以如果真正蓝绿对决 这个阻力 一定会输吗 我是不同意的 是对决的方式 是民进党已经对决了 就像朱立伦自己检讨 他没有料到 对方会把公投打成选战 拼死了 他自己没有拼 这个才是问题 在局部的县市 有拼的 有蓝绿对决的 未必输 再加上其他的 所谓的有理想的 有看法的出来 所以我认为 那个样一个简单的论调 我是那是 柯文哲 这个投机客 他最借机的否定蓝绿的东西 他白色才能够出现 最投机就是他 所以我是不太同意 这种什么蓝绿对决 是该蓝绿对决的时候 蓝军的主帅犹豫 蓝军的战将 并没有失职 所以这个论调 不要轻易在那边弄 下次大家温良恭敬 那人家民进党 已经不要你的命了 他也不要这个国家的命了 他的赢胜过国家的存亡 台湾的未来 应该在那边讲说 不要这么蓝绿对决 要理性 要科学 要温和 这个胡扯 这当然是胡扯 而且更重要是 这次蓝绿对决谁惹了 民进党惹了 国民党是被迫赢上去 就是那个因应没有达到相对的高度 自己慢了一拍 辣了一截 这个地方吃了亏 所以那种定调说 蓝绿对决这是错误 这个我是不同意的